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周星期一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本周有什麼遊戲上市吧 六光魔道團 是一款以輕鬆冒險回核心的MMORPG手遊 故事講述了新一代神軒蛇 為了再次封印魔王而踏上了冒險旅程的故事 從魔龍島到妖精之深 在聖技收集獲得強大的英靈的途中 又悄無聲音的轉動了命運的齒輪 遊戲中共有四種職業 劍士、雙槍、法師、聖職者 遊戲採用是3D動作的類型 遊戲的畫面採用的是二次來渲染風格 感覺起來還算可以啦 一般的時候畫面採用的是直屬督角 雖然在打怪或者是戰鬥的時候比較方便 但是就覺得有點可惜 另外在挑戰BOSS或是副本的時候 就可以使用全3D的視野了 而遊戲另外一個重點就是寵物 玩家在遊戲中可以召喚寵物 召喚到的寵物在裝備之後就可以幫忙作戰 依照等級最多可以有三隻寵物 而每一隻寵物也能提供一個技能 最多會有額外的三種技能 讓遊戲變得更加豐富 另外更有多樣的夥伴還有其他的特別玩法 在後期還有機會透過收集就能夠變身其他的角色來作戰 放置七騎士是一款以七騎士為基礎打造的放置遊戲 遊戲將會是一款單手便可輕鬆遊玩的完全放置玩法 玩家將能操縱150歲 迷你化的英雄體驗各種遊戲內容 一開始進入遊戲只會有一位角色 玩家將能夠控制他移動攻擊 之後再開啟自動戰鬥 節奏就會變得比較快 達到一段的時間就可以召喚手裡 在擊敗之後就可以到達下一關啦 也可以在原來的關卡慢慢存錢 加強自己的能力值 遊戲中每位角色都有他的特色 法師、戰士、弓箭手 最主要就是他們的攻擊距離 玩家最多可以陪至十位英雄 透過自動累積的金錢 就可以輕鬆使英雄成長 除了一般的主線劇情之外 也會有很多的特別副本 讓玩家有著不同的遊玩樂趣 玩家將體驗擴展的故事情節 以及原作七騎士英雄成為講到的隱藏故事 能夠用獲得的英雄組隊挑戰關卡 嘗試搭配每一位英雄的固有技能進行組隊 體驗充滿策略系的戰鬥 Super Penny旗下最新作品 半神仰神技在本週上市 玩家是擁有天使與惡魔力量的人類 想要支配神的淩慾、天界與魔界 最終被奪去力量 只剩下垂落的人類身體 遊戲的玩法就是紡織類型 就是簡單的累積金錢 就能夠增加自己的能力 不過遊戲的畫面還蠻不錯的 是復古的像素風格 加上高畫質的2.5D圖像 除了一般的戰鬥、裝備之外 遊戲中最有趣的部分就是他的技能 技能的部分有分黑暗還有光明 玩家可以自由組合技能和自由搭配外觀來進行戰鬥 後期也可以透過轉蛋取得更多的技能 旅行島喵喵是一款島嶼建設的模擬遊戲 也是星之島喵喵的系列續作 玩家將可以與可愛的貓貓一起建設島嶼 享受刺激又有趣的島嶼生活 進入遊戲之後玩家會有一塊田地 玩家就可以種種稻草 等到收成的時候就可以拿這些稻米去餵小雞 而等到時間到達之後就會有雞蛋 這樣就可以給予島上的居民 他們也會用同等道具回饋給玩家 而隨著等級的提升 玩家還可以建設更多的建築物 就能得到很多的金錢 不過每一次獲取新的建物都需要通過關卡 遊戲的關卡有點像是山蕭類型 將所有的物品消除掉 遊戲要過關所需要的道具就可以了 而當後期人手不夠的時候 還可以購買新的貓咪 還能夠幫忙做事情 整體的遊戲玩法非常輕鬆舒服 《太空戰士7有恨危機》 自首Screener在手機批賽上推出的 人機角色杯遊戲《太空戰士7》的 零雷重製版 這次的故事就由我們主角 可勞德 以反神羅組織的夥伴們 一同破壞母灰爐的任務所展開 遊戲是一款張截志的單人遊戲 將承襲了《太空戰士7》重製版的故事內容 並以接近原作的Q版風格來做詮釋 一般在過路的時候 或者是在地圖時 都會是以Q版的難務做進行 戰鬥部分則是採用接近等比例顯示的風格 進行戰鬥 不過戰鬥方式則是即時的動作戰鬥 玩家只能夠控制主角一人 並且可以累積能量 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就會扣除相對應的能量點 而其他隊友則是可以指定敵人攻擊 但是無法控制使用的技能 遊戲中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我們可以依照帳號具處的調整特性 像是Boss在使用技能的時候 就可以調整防禦模式 也能夠擁有比較好的防禦屬性 攻擊模式也是如此 每位小色也能使用自己的專屬必殺技 也會有法力的動畫去做展現 隊友部分也是可以控制的 這隻的故事方面也下足了功夫 不僅擁有美美的動畫去做劇情演繹 此外還會收錄來自所有太空戰士系列的 所有野生外傳的其他故事喔 不夜繁華路是一款 以攜帶穿越到古代為背景的 休閒模擬養成競遊戲 玩家將扮一名現代女子 因為不小心撿到古代紙幣的時候 將他撕毀最後被帶到冥界 都為了償還債戶 顱覆起復興小鎮的任務 遊戲玩法很簡單也很悠閒 玩家將可以在外面點擊任務 就可以招攬客人進來 也可以透過升級桌椅等方式來增加營收 隨著等級的提升還有金錢的提升 就可以在自家店鋪裡面開設更多的小店鋪 就能賺到更多的金錢 而遊戲中的劇情也還蠻不錯的 玩家將可以解釋更多的神仙好友 古色古香的遊戲畫面 而故事的內容也很有趣 算是很有特色的遊戲 無名江湖是一款以收集 百家五學回目標的放置類卡牌遊戲 在獄中玩家將扮一名俠客 意外的遇見一名和尚 卻發現他是十年前赫赫有名的無名大師 玩家將可以體驗完整的俠客人生 白石血液闖當江湖 一步步成為大俠的傳奇故事 一開始共有四個人物的造型可以選擇 而遊戲的戰鬥玩法是放置類型 玩家可以在上陣前 將自己學到的武學圓排巡序 戰鬥就會依照你的武學來做攻擊 雖然是放置類型 但是遊戲其實蠻好玩的 除了刀、劍、槍、棍等等 還有其他的武學 例如在學會內功心法 在戰鬥之前 就會先使用內功加強自己的輔助 而如果又學到了更新的輕功的話 也可以在戰鬥之前有先使用 就等於多了好幾種輔助攻法 後期的戰鬥玩法更是變得非常豐富 除此之外遊戲也有很多的副本 這些副本除了有趣之外 也會有很多的故事劇情 整體玩起來非常輕鬆 妖精尼8 記憶鬥 是由獎彈社正版授權的 妖精尼8 系列首款 ARPG 3D 魔法戰鬥手機遊戲 玩家操縱奧義酷殺連段 高度還原原作熱血對戰 帶來流暢刺激的全新戰鬥體驗 遊戲是一款3D動作遊戲 不僅在線了原作爽快魔法戰鬥場景 還有更多的爽快招式 在戰鬥中 一場可以最多安排3位角色上場 玩家可以在左邊看到陣容隊員 在戰鬥中都可以隨時切換 而在遊戲中是非常吃屬性相剋的 在面對BOSS的時候 BOSS身上都會有一層保護的元素盾 一般的時候很難打破 這時候就需要用客製的角色 就可以輕鬆的破甲了 在遊戲中每位角色都有4種技能可以使用 還有數位被動技能 另外可以安排當隊長的時候 也可以全隊使用隊長的被動技能 遊戲穿插了不少動漫中的劇情 讓玩家可以好好體驗故事劇情 而每一位原作的外型與技能 都與動漫裡面類似 像是會長在遊戲中真的就超小一隻的啦 但是有些技能就真的可以把自己的肌肉 變得超級大的 而其他的角色也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遊戲中可以收集相對應的碎片 就可以組成角色人物 而登場的戰鬥人員更多達20米以上 更多的角色與更多的技能 獨特的戰鬥風格 終極組合技能 預計在2023年冬季推出的 策略角色扮演遊戲 星雲計畫 近期公開了形象官網還有宣傳影片 魂將將在末日的世界中 率領魅力與勢力兼具的少女部隊拯救世界 與他們建立深厚的羈絆同時 並了解背後殘酷的真相 由愛可娛樂獨家代理的 曾經是古風RPG手遊 旺川風華錄 開啟了雙明台事前登陸 以中國歷史人物和故事為核心靈感 創造了豐富的歷史人物 玩家將化身旺川使者 維護旺川的資訊 並以迷士們共同抵禦鬼王的入侵 阻止歷史被惡事例修改 由壽內營運團隊 收款自製開發的少女養成RPG 繡花白冰鐵 正是於台港澳地區展開首發預先註冊 過期邀請到台灣作家D51合作主線劇情 也邀請到台灣專業的正優老師現身配音 心理刻畫出40位以上獨特個性的劍機 帶領玩家進入萬兵將士的戰火世界 而在下禮拜也有什麼有趣 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玩家公園獨家代理的海戰MMORPG 黎明之海將在下週9月10號正式上市 此外遊戲更與好萊塢巨星 強引大夫合作拍攝遊戲的宣傳影片 遊戲是一款以大航海時代為背景 玩家在遊戲中將扮演一名船長 帶領自己的團隊在汪洋大海上征戰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的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朋友幫我點讚、訂閱一下 也不要不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笑小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